人有多大概率能活到自然老死呢 选出你的答案 正确答案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以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2020年全国总死亡人口为998.3万 以城市人口为例 因为外部原因导致死亡的约占5.6% 例如交通事故 自杀 中毒 刑事犯罪等等 所以意外事故导致死亡的概率 远比我们印象中的低很多 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杀手 因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约占8.72% 因脑血管疾病死亡的约占21.3% 因心脏病死亡的约占24.56% 因恶性肿瘤死亡的约占25.43% 其他疾病死亡原因约占13.33% 而剩余比例的就是自然死亡的人 这个数值竟然低至1.47% 其中还包括了0.51%不明原因死亡的人 以数据来看自然离世事件奢侈的是 按照生理学 人的自然寿命为110到150岁 而如今平均寿命仅为70多岁 疾病是人类最大的杀手 在安护好自己身体的前提下 一定要孝顺父母 他们老了 他们开始忘记很多事情 会忘记该吃什么药 甚至忘记你 不要等到站在重症监护室 看着心育肌的数值一点一点降低时才幡然醒 在疾病面前 金钱显得多么无力 陪伴是最好的孝顺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趁父母还在 做到我们能做的一切 第三个孝顶 有代谢 总之 好